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那個群組的部分 OneNote這個群組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看的課程 其實也不錯就是會幫你做這些 所謂的那個就是學習紀錄 那如果說你要比較多互動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你可以用所謂的群組 那群組又有點類似什麼 我們講的這個班級啦 或是什麼共學團體這樣一個概念 那你可以把你的那個內容加進來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裡 好你看到我們發現裡面是也有一些群組 不過群組分享的人就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可能 因為你可以在OneNote上面是可以自己決定 這個班級要不要公開的 以我的來講 以言起來來說大部分我都公開啦 大部分公開 所以你才會看到不小心我的那麼多 不是他群組那麼少人用 而是大部分大家都不想公開 好 因為你公開別人點進去就加進去的嘛 對不對 好那也許有些老師你覺得說 我的教材可能不太適合就是完全公開 或者說我的內容可能也許有 你覺得說版權上我覺得不是那麼OK 那我不希望說因為這樣而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不公開 好那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像這個是應該是上個禮拜去中正大學分享的 3D也可以很不一樣啊 3D設計沒有跟你講的那麼難 好那比如說你有興趣你也可以在這邊就加進去有沒有 好跟我們那個群組一樣就加入 好那你加入之後呢 當然管理者你可以看到是誰啦 那重點是說你可以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一樣就是那些教材 好那些教材那麼你的學習紀錄也都會在上面 好也都在上面 好你看 跟課程比起來有沒有發現我們右手邊 一樣連結 檔案是不是就比較多一點 對比較多一點 而且呢當然啊 如果你覺得說進來的時候才發現走錯門有沒有 請你從這邊退出好嗎 對不對不是訂閱也一樣喔 今天我進來的時候才知道這不是我要的 沒有關係你可以離開的 這樣了解喔 不要說不是你要你要繼續留著他 你可以離開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會在群組裡面有比較多的互動 包括你看到有沒有看到獎勵 我現在用這個帳號進來為了方便各位看到 跟你們一樣的內容 因為如果我是創作就是創作這個群組或課程的人 我看到會跟你們有點不一樣 畫面啦畫面上面有點不一樣 那所以你看這裡有獎勵 所以如果說萬一這個人表現得很好 我們老師這邊可以給他做一些獎勵 好像幾點一樣 對不對 現在班尤其國中小應該大部分國小階段啊 或者幼稚園階段比較喜歡用什麼幾點的方式啊 對不對齁 好 那這個是一個齁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 有問題 可以怎麼樣 在這裡發問 這些都是我們剛剛在那個課程裡面比較沒有的 比較沒有你可以發問 那甚至呢 如果我在看教材的時候 任務裡面 我們這邊有一些教材 有沒有 有沒有 好我點開來 假設 好吧 看這個 好了 點進來你就會覺得畫面有點熟悉了 因為跟怎麼樣 剛剛你訂閱的課程一模一樣 有沒有一個單元的完成條件說明 這個部分是有些老師可能會需要說 比如說同學要完成看多久的時間啊 或者說這個動作 這個教材 你要完成到什麼程度 完成到什麼程度 那一樣的在右手邊這裡 你可以輸入筆記跟什麼 手寫筆記 不過手寫筆記必須要搭配就是 瀏覽器的工具 那個擴充工具才行 所以你這樣做一按 他會告訴你有沒有少一個東西 他說有少東西喔 但是呢 只支援這三種瀏覽器 阿姨就不要理他了 好嗎 微軟的已經不行了 微軟的沒有擴充工具可以用 所以 那因為我現在是 訪課帳號 所以你也裝不起來 訪課帳號也裝不起來 這個是 給你看一下 他像這樣 那上面是不是就有這個 有沒有 有那個時間 你可以從這邊就直接這樣 去做 做那個學習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以老師的角度來講 事實上 就不只是什麼 不只看到這邊 因為 對我們同學來說 你可以從這邊 我可以知道說 我學哪一個教材 學了多久的時間 有沒有 我學了多久的時間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點的進度 因為我有開放 所以可以看到所有人的 有沒有看到哪一個教材 你看這個教材 有沒有那麼多人都看過 有沒有 統計阿 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看了多久 哪些教材有沒有看完 我這邊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嘿 這樣是不是好一點 你看我點進來 我還可以知道 哪一個同學看多久的時間 他做了什麼筆記 如果有做的話 就在這邊就會寫字出來 這對老師 因為我是有開放阿 平常是沒有開放 你看不到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如果他有交作業的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是作業的 交作業 除了 那個什麼 就是交紙本以外 也可以在上面交作業 不過這個在OneNote裡面 我們先跟各位提一下 OneNote也有分 付費的帳號 跟免費帳號 免費帳號 那這個是屬於付費的功能 付費的功能 那我想各位剛開始其實不需要啦 除非你像我就是 比較 使用比較多的 那你再來考慮說 你要不要 用付費方式 不然的話 就不需要 你看我們這裡 這裡齁 你看點一下 欸 我交作業 有沒有誰有交的 有沒有 那這個是已經完成 然後還有什麼 代批改 已經完成就是老師也有看過的 有沒有 有的是剛傳上來 我還沒有看的 那所以我就點一下 你看看 他教什麼內容 點下去 好 這一個 這個是壓縮檔 所以就直接看了 我們往下看 這個 這裡 你看 你看 是不是馬上就看到內容了 那如果我是老師的話 在這邊就可以直接批改 有沒有通過 如果不行就推薦 有沒有 那寫一下原因 是什麼原因 你可以我們推薦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當然老師有需要 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就是 比如說你是word檔也可以喔 所以 您可以看到像這樣 那 我從這邊來看 給您稍微了解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大家有沒有看 我一樣進到任務裡面 這是管理界面 所以 管理的界面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些工具 是剛剛沒有的 嗯 然後你看我們右手邊這裡 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跟各位講到 有一個獎勵啊 我有設內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欸做得不錯的 加分嘛 太混的 就給他一個啊 哈哈哈哈 他進來 在右上角 就會看到了 好就會看到了齁 那我們從這邊 順便看一下這裡 來比如說 欸剛延期在 我看一下 喔你看 有人已經都有看過了 有沒有 誰看過的 誰沒看過的 是不是都在裡面了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那有做什麼講 那個筆記的 有沒有給他一些獎勵的 好比如說 欸我們看到這裡 欸 做得不錯 你看 梁字 對不對 這裡這裡 他們都有先看了 趕快勾起來 給他一個獎勵 給你一個讚 哇 哈哈 簡單齁 所以 等於說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所以就相對的快很多 老師在上面也可以怎麼樣 當然也可以改成績啦 不過那個不一定啦齁 成績的部分 因為有的大部分學校 都有另外的系統在做 所以你可以用這邊做 也可以 不需要 有沒有發現群組 我們的互動會比較多 那這個互動 跟學習歷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說 老師來監督你 到底有沒有做 而是在什麼 老師需要了解更多 不然的話 我怎麼知道你有看沒看 看了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針對這樣的資料 我們來做什麼 做課程上的調整 比如說我們發現 這個單元 好像大家學習得不是很好 是我們在補充一些教材 再放給大家看 還是怎麼樣 做一個調整 都可以 那像這種時間 可能大家已經快不行了 我們就會 考慮用一個這個 有沒有 好 這種 通常我都會請同學來 用一下 借用你的手 好 你沒有聽過 柯市長跟 馬總統的那個叫做 死亡之握嗎 哈哈哈哈 但是不是要握我 是握這裡 握法屬 來給你 麻煩你幫我按一個開始 英雄 果然選到英雄了 英雄 請問在哪裡 喔 你看 這樣他就不敢睡了 有沒有 沒有啦 靠一下啦 這樣有沒有精神就來了 有齁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選幾個 這樣了解嗎 哈哈哈哈 對對對 要給他獎勵一下 對不對 嗯 欸 做得很不錯這樣 可以 哈哈哈哈 這樣OK啦齁 那當然你可以 去看到所有那些內容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喜歡用群組的 因為在群組裡面 我們可以做的互動比較多 好可以做的互動比較多 這樣好不好 給你先試看看 你也可以試著加入其他群組齁 OK 來 換句話 你能夠